指的时间呢,他有写到 这个结合经第九营下半夜的十四 由阴雨八日,即上夜出十 这个是说,这几天都是要失十的 其实啊,应该讲是日日阴失 每一天都要失十 更厉害的是,你一天修四做法 要做失十四次 所以他密教里面呢,做失十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 几乎每一场法或者怎么样,都有失十 早课,晚课,武功,晚贡 通通都有失十的 更厉害就是一天四做法 要四次都要失十 那么失真是日日多失十 每一天都做 但是我只是做一次的 一次的失十 因为啊,这个失十啊 是可以消除掉很多的障碍 啊,失十做供养可以消除掉很多的障碍 另外呢,还有修四地 也是很重要 所谓西地啊,在密教里面就讲成就 啊,就是讲成就 你要成就某一个法 所以事实都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这个护魔成就 这个就是事实 啊,做护魔修成就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认为 今天啊,这个啊,这个啊,卢斯尊啊 有很多隆天父法父子 而且能够心想事成 你心里想的 啊,事情就会成就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其实也是跟事实有关 跟事实有关系的 你看我数十年如一日做事实的工作 我每天事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有时候你供龙神 供龙王 你用如海供 用这个 很微妙香的这个牛奶的水 供养 啊,做事实 有时候你碰到这些天女 啊,遇到这些天女啊 微妙的天女 啊,诸天 你用七真八宝供 就是供这些这个 好像珍珠啊,玛瑙啊 金啊,银啊 啊,这些义器啊 这样做供养 啊,他们就很高兴 那么龙呢 你用这个如海供 那一般的很多食物你都可以供 所以他最简单的供养 用面包跟水 最简单最简单的 一定是面包水 那么我们在台湾呢 就用饭 用饭 用那个煮熟的饭呢 做供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用饭 供水 供饭 供面 供水 供面粉 那在西藏呢 他们就供这个 这个很难念 那个是沾 是昌 昌就变成昌巴 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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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那个 枪巴 昌巴 这个他们吃的这些东西啊 有点像面啊 有点像那个面啊 去做的那个东西 那么他们也用这个 跟水去供养 就是对的 私食的仪轨啊 我们在生活中里面 也有很多种的 很多种私食的仪轨啊 像生活 敏供 法 施 官 就是私食的仪轨 那么平时我们这个供干露水 做变化干露 用撒干露来变化 用哄字加词 用哄三哄字加词 就变成三哄水 这个 师尊所教出来的这些 这个私食的方法 也有很多种 那么今天啊 我能够这样子 能够隆天赋法 赋持我们 因为你供龙王嘛 经常供龙王的话 龙王老是收你的供养 他也要帮你 一个是施啊 一个是受 受则他有心 他本身来讲起来 你施则无心 我们供养他 不用去心去求什么 但是他们受则 自然会来扶持你 自然他们要扶持你 所以你会心想事成 我不是在这个法会的时候啊 今年秋天啊 就是刚过不久的这个法会讲 我一个念头 说要帽子 说要这个 很多的这个 法王的这些帽子 那马上有人 这个送了九顶帽子来 哇 这么多顶的帽子 我一下子 一个法会当中 全部都送来 那你不想啊 像这一次法会 我没有想 没有想要帽子 一顶都没有 一顶都没有 这个就是你心里想 他就来 你心里不想 他就不来 什么原因呢 护法龙天在帮忙 这个护法龙天呢 他是一直在帮助你的 所以你心里想 你就事情能够成 这就是你 私食啊 对你来讲 会有成就 会除掉很多业障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 有些弟子讲 有一个弟子就写信来问 问说 这个私食啊 不可以在自己家里私 私食不可以在自己家里私 那你在哪里私啊 我就访问他说 你在哪里私食啊 本来私食就是在自己家 你只要有这个心 做供养 你真实的在做 这个私食的工作 就是鬼神也要尊敬你的 他不会害你的 他们的想法是说 我供鬼神食 那么鬼神就进到我家 那么他就作弄我 我就吃大亏 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想 像不可以念往生咒啊 不可以供地藏王菩萨啊 不可以念地藏经啊 都是这种想法来的 其实是不对的 你只要帮助鬼神 鬼神会助你 怎么反而会害你呢 你有心去私食鬼神 鬼神会反而帮助你 不会来害你 所以这个人的观念呢 有时候他就想 哎呦 我去私食他 他就住在我家 他就不走了 这种念头是不对的 所以可以念地藏经 一般的家庭 可以供地藏王菩萨 可以念往生咒 可以供鬼神食 都是可以的